狼队4比2战胜黑肉 半决赛将迎来狼心大战 赛后小胖直接放出了狠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重庆狼队的小胖 下一场面对的对手将是 在KPL下一赛总决赛面对的老对手 武汉Estar Pro 对下一场比赛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吗 和Estar一直都是老对手了嘛 但是感觉我和他们交手的次数 赢的是比较多的 希望下次能继续保持这个胜率吧 狼心的实力其实在伯仲之间 就看当天比赛的临场发挥吧 目前这两支战队状态都有起伏 Estar是艰难的拿下了EDGM 今天狼队也差点被拖入巅峰对决 不过小胖和Fly的状态非常好 胖黄第一把的露娜秀麻了 刚好Hero的阵容也没什么控制 铃铛的守约居的再准又有何用 狼队直接在边路玩通关 小胖在高地直接乱飞 Hero这边真拿他没招 这把Hero连一个人头都没拿到 13分钟不到被狼队平推 第二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 如果不是东方的夏洛特硬C Hero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啊 没了呀 击了 打不过了已经 虽然加罗死了 后排全没了呀 后排全没了 就看夏洛特好凯了 夏洛特还在打 这么情况 夏洛特这么顶 夏洛特杀两个 再一个大刀击飞三个 再一个二刀击的又复活甲 再一个二刀击的再来一个一 这东方太猛了 最后五位莫名其妙的一波调点 葬送了Hero获胜的希望 第三把刚选完阵容 葛大爷直接500看好狼队 酒库的鲁班大师一波关键的开团 把妖刀和Fly拉回来击杀 Hero乘胜追击破掉狼队上高 此时葛大爷又发话了 我只能说葛大爷还得是你啊 第四把心狠的关羽走中 这是Hero常用的套路 这把Fly直接住在了对面的野区 终于不用吃土了 小胖还出现一打二单杀的名场面 Hero在前期就已经裂开了 狼队通过大桥运营无限一波 第五把心狠的火舞让人眼前一亮 开局绕后把妖刀击杀 火舞给到狼队的压制力非常足 这波火舞走不掉了 来了一波极限操作 配合五位把马超换掉了 随后再一次越塔单杀了妖刀 这个火舞是真的猛啊 这把Hero的优势巨大 11分钟经济拉开到1万以上了 心狠最后一波大闪秒掉了妖刀 Hero乘胜追击直接拿下水晶 第六把狼队五楼的一手长蛾绝杀了 Hero这边的伤害有点不够 沈梦西基本废了 蓝也完全刮不动 前期只能拖鱼姬的发育 但就在风暴龙王刷新前 东方的项羽被留了 狼队几个大汉顶在前面 鱼姬疯狂输出去还是打不过 继续往前 顺便给个大刀封了一下 刘邦那边直接翻滚 挂上标记一个计划 解掉一刀之间还是被点死 只剩下鱼姬一个人 蓝的项羽复活了 可是鱼姬跟威斯被空了一下 你们俩都是复活 项羽直接挺过去 黑柔最终遗憾 指不了诗冠八强 目前四强的队伍中 三个都是小组第一晋级了 现在就看AG能否打破僵局了 大家觉得AG能战胜微博吗 我们下期再见